好 又出現了安獨的走私 海薰跟檢警在這個月初 是在台南安平港 查起了一個走私的農產品 結果意外的是在澎湖籍的漁船上面 發現了一大批上頭印著 官英王字樣的茶葉包 結果一打開之後 發現裡頭竟然都是真空包裝好的 安非他命 這個黑市的價格超過了10億 重達560公斤 那麼它就直接的是放在船長室的地板上面 上頭還用棉被來蓋著要遮掩 現在包含了盧信船長等四個人 全部都已經被帶回去偵辦了 現在也要了解毒品到底從哪來 海巡人員登船盤查 一個個船艙打開仔細檢查 這一頭雖然沒異狀 但來到船長室這裡 卻發現大量的飼料袋 似乎不太對勁 一大袋一大袋 還從房間裡頭不停搬運出來 數量之多幾乎塞滿整個走道 但那物品是什麼 打開瞧一瞧果然不單純 藏著毒品 還用真空包裝 茶葉袋 以假亂蒸 他總共有二十一大包 那每一個大包裡面 其實都有很多的小包裝 那這樣子搬運 大概是一整個下午時間 都在清點這些毒品 茶器毒品的地點 就在臺南安平港 一艘澎湖籍漁船上頭 海巡監警合作起貨重達五百六十公斤 黑市價超過十億元的毒品 經過追查是從外海接貨 再開回安平港企圖走私入境 加茶葉針毒品走私這種手法 過去在臺灣越南等國多次查獲 因為安獨來自金三角 當地盛產茶葉 才會以茶葉袋包裝安獨運往各國 這次南陶發網 毒品再度現行 源頭來自於哪 全案持續擴大追查 華視新聞小星劉漢生 許富杰 台南報導